哥 我聽到最近很多人在說什麼洋垃圾 你知道洋垃圾是什麼意思嗎 哦 我知道 你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我聽不太懂 洋垃圾這個東西 這都很久了 大概多年前就有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 2014年 從哪邊引進來的 因為其實字面上的意思 那個洋好像是國外的意思 這東西就是那些 Facebook啊 Twitter Google那些大廠 他們不要的CPU 貨售出來 叫做洋垃圾 而且非常便宜 講到這個呢 剛好公司裡面有幾台洋垃圾 來跟大家分享 走吧 我們公司呢 之前因為懶惰 所以訂了兩台洋垃圾 來辦公子用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 這種東西 它的價格非常便宜 但是網路上都賣那個高的時間 是賣高嗎 賣超高 看到最高的價格多少 好 我們就用現在現有的機器來看 這台就是洋垃圾 然後把它再吹旁邊 這台呢 就是洋垃圾 這一台 對 我那時候買一台8000塊 其實我知道它的價值 所以基本上賣一台呢 它就賺一個3000 賣10台呢 賺3萬 再一個人就賺3萬 這價格在電腦界裡面 很包裡 但我做到的朋友 都跟我說不要做這一塊 深深深 深深 哦 我們現在來拔拍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洋垃圾的浩浴冠 洋垃圾這種東西呢 雖然說你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 開到很強的信 它垃圾的點在哪 它垃圾的點 我們待會講 但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大的一萬 就是它看不開 這東西很賺人品 它的那些保固啊 基本上都是保固 你很難找得到賣家 或者是保固之類的 給大家看一下工作管理 不知道怎麼這螢幕怎麼按 壞壞了 你看核心很多 這個有6核心 12個資訊序 看起來核心很多 這種東西通常賣家都會在頁面上面說 小打i7 i7遊戲機什麼東西的 但是我只能說這種東西有利有弊 核心這麼多的情況下 你在跑一些程式 或者是運算的時候是有幫助 比較快嗎 通常會比較快 但是你要拿來玩遊戲的時候 很容易會遇到瓶頸 為什麼呢 因為它核心數太多了 這個還是便宜的版本 比較頂的洋垃圾隨便都是 16核32個資訊序 就看一堆核心在這邊 感覺好像很屌很厲害 但其實它就是好看而已 真的嗎 重看不重用 可以這樣說嗎 重用是可以 只是要看你用它來做什麼 用它來玩遊戲的話 那會有很大的瓶頸 那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用來跑程式的話 你的程式可以支援這麼多核心 下去跑一些運算什麼的話 很夠用 它裡面配了一個X5600的CPU 16G的記憶體 這記憶體還是DDR3的 又次代的 配了一顆硬碟 這個硬碟呢 它原本是配這一顆 我自己又加一個SSD 整台都這麼便宜了 它連一個固態硬碟都不配給我 配給我一個傳統硬碟500G 所以這造成我剛開始用這台電腦的時候 其他東西可能都很窄 GPU快 機器快 但是呢 僅僅都卡在硬碟上面 硬碟超級慢 硬碟超級慢 對喜歡玩遊戲的玩家來說的話 會影響到他們什麼嗎 我買到的這些 它連一般慢供應都很貴 總體來說很貴 但是硬碟它就把速度給封印住 它在那邊緩慢的讀寫 光要開個覽覽器好了 你就要等個半天 你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以為其他什麼東西太慢了 機體太少還是什麼 都不是 都是硬碟的問題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放了一顆SSD 不太硬碟 整個速度丟起來了 把它放在這邊也沒什麼在用 除了我剛才說的 剛才拋模擬器 或者是拋城市 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核心度 你可以來看它核心的時脈 它那個基本速度都不高 你看它基本速度都是2.8G 很低耶 2.79 2.8 現在隨便一顆7PU 都4.5G以上 差那麼多 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這顆7PU 它三顆核心 不夠快的時候 跑遊戲就會慢很慢 它這有12個直行序 就12個核心 表面上看起來 但玩遊戲它可能只會佔4個8G 其他的都沒有才用 不會用滿整個CPU就對了 對啊 就不會用滿整個CPU 加上它本身的速度 又不是很快 玩遊戲起來怎麼會順呢 對啊 我是有聽過業界 某品牌大廠 前陣子一直幫實況主組店 它組了一顆核心 看起來很多的洋垃圾 那個實況主 怎麼玩遊戲 每秒刷心率 一直上不去一直卡住 就是因為這個的問題 後來幫它把它換成 我們一般常見 i7 i9的時候 整個流暢度就衝起來了 這東西雖然說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 換到很大性 但是你要看你是用在沒有系上 還是用在辦公 如果是用在工作上面的話 那會是很好 但如果你真的是要用洋垃圾來玩遊戲 我個人是推薦 這台還是好的 有那一台 喔在屁股上 這台也是同樣的洋垃圾 規格一樣 一樣8000 它買來了差不多第二個月的時候就花 我們怎麼檢測就是主機板的問題 問題是它主機板是那種很舊型的 可能要去超保上面找才找得到 我心情不修了 整個這樣子看起來 它沒有內寫 配一個很低階的電卡給你 然後再加兩個不知道什麼牌的機 用一個下路牌的風扇 配一個機殼 再弄一個也是不知道什麼鈕牌子的電源供應器 聽起來很像是東拼西湊 拼出來一台電 可以這樣說嗎? 也沒有 它就是聽出一個 可以滿足大家的需求 大家覺得 花這個錢 買到這個銷子很值得 但實際上 如果你懂這個門路的人 花同樣的錢 你可以買它更厲害 6核心12個資訊區 你可以買到12核24個資訊區 效果翻倍 也不用用到傳統硬體 如果我是一個外行的來說的話 看到這個價格 隨便說說幾句 說它的效能不錯啊什麼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腦剝弱的通常都會講 但內行人一看 他們就不會碰 我不會碰這個 我如果真的要買 我會去淘寶自己買 我有一支一倍 這顆CPU電腦 所以這樣的核心 很多核心很小這顆 淘寶賣多少錢 多少? 700多塊 700多塊 而且這個東西除了CPU 是二手以外 基本上其他東西 都是全新主機板 也是全新的 大陸廠牌 打那些很久很久 很舊的津貼 來做的主意板 這裡面這顆CPU 好像2015還2016年產生 那麼久以前的CPU 你要怎麼遇到它 只能用舊的津貼去堆應 我剛剛有些時候 會用羊垃圾 像是跑直播 或者是之前在算圖 運算那些3D圖 但是我個人買羊垃圾 都是二十幾核心 五十幾個資訊區 這種東西 基本上賣家保固 狠一點的7天 有的保固一個月 一個月後它就不理你 這個就是買這東西的隱寬 它妥善率跟它售後 都很好 這種東西 畢竟不是那麼正規的東西 我們外面 如果用正常管道買的東西 價格就定時在那邊 快樂效能可能不比這個好 在玩遊戲 基本上都是贏這個 沒有什麼利潤 但是這個東西呢 價格就很堪 像一台你可以賺個 你願意一台8千塊的東西 給人家賺個3千塊 但不願意啊 但買的還是很多 這個好像是蝦瓶買的 售出數量上百台 上百台都賺3千多塊 我覺得這個就見仁見智 古洋那個時候 它也是一個學問 你要去了解它 還是要怎樣去給它 一個相應的價格 這些CPU它都會有跑分嘛 分數可能兩萬多分 你那個IT一萬多分 還要比較很多 但是那是它在多工的時候 它可以跑到這樣的分數 但是它單核的時候 它的分數是超級爛 連IT也四分之一的 最主要看你要應用在 什麼樣的層面上 真的不要聽信什麼 網路上那些44核 88個執行序 超強電競機 它怎樣跑效能也就那樣子 你用超過8個核心的遊戲 現在有哪些 很少吧 是少 你看人家i9 遊戲效能為什麼這麼強 單核心的時脈拉得很高 它才能把效能拉起來 它當核的時脈拉得很高 這樣子它在多工的時候 效能跑得也很好 i9那種 它是當核心就有一個網 它有幾個網 組成在一起 變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楊垃圾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堆小兵 一堆小兵聚在一起 來分工合作 看過態度非常安定 很多電競選手組 楊垃圾 人家跟他說很強 看它玩遊戲 永遠比人家買一排 人家講到它核心很多 可以多工 做很多件事 這個反應在一些東西上面 它確實是有它厲害的地方 像是手機模擬器 手機模擬器 我們一般的i7 i9 多開聽 多5、6個、7、8個 不到10個 你的電腦就Lag到一個不行 我樓上有一台32盒 它真的可以跑32個模擬器 都很順 這是它厲害的地方 作為觀眾有什麼看法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記有很多台洋樂車 我樓上有兩台洋樂車 有一台是那顆CPU剛出的時候就買 之後慕名其妙變成洋樂車 背部的大腸炮瘦 價格就直落 有一顆15、26、99、13 那時候一顆買15萬 哇 它變成洋樂車價格的時候 一顆一兩千塊 用到後來我還是覺得市售的那些 平常看到的那些CPU好用 i9、i7 或是AMD的 整體炮起來 一種東西出 這是我個人感覺 樓上有一台已經荒廢在那邊的 15、26、70 而且是雙核心的兩個CPU 用到後來我也是放棄了 以上這些是我的潛艦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大家 掰掰